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东人是以萨的长子以嫂的后代 以嫂和雅各是以萨的两个孪生儿子 当初雅各为了得到长子的名分 用一碗红豆汤骗了以嫂 所以以嫂恨他的兄弟雅各 雅各的后代则是以色列人 以东人长期以来都与以色列人为敌并且征战 以东位于死海以南 这个名字在西伯来文里面的意思是红色 之所以被称为以东 是因为那里的红沙岩在地形上非常的突出 波斯拉是以东的首都 是一个出产葡萄的地方 好 我们先来读第一到第四节 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 穿红衣服 装扮华美 能力广大 大步行走的是谁呢 就是我 是凭公益说话 以大能施行拯救 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 你的衣服为何像踹酒扎的呢 我独自踹酒扎 纵鸣中无一人与我同在 我发怒将他们踹下 发烈怒将他们践踏 他们的血溅在我的衣服上 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 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 救赎我明之年已经来到 这里先知用一问一答的方式 预言了神的救赎 以东的波斯拉 象征耶和华仇敌的所在地 对神会亲自来审判 仇敌的鲜血要溅在衣服上 神凭公益说话 就是神必履行他自己的话 宣告以东将要受到刑法 以色列民必定会得到拯救 这边也提到的踹酒扎 以东已出产葡萄酒闻名 神在以东施行刑法 就好像在酒里踹葡萄 葡萄汁将衣服溅红一样 这里用踹酒扎来比喻 基督再来审判时的愤怒 启示录第十四章十八到二十节 也有同样的描述 那里说 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 是有权柄管火的 像拿着块镰刀的大声喊着说 伸出块镰刀来 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 因为葡萄熟透了 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 收取了地上的葡萄 溜在神愤怒的大酒扎中 那酒扎踹在城外 就有血从酒扎里流出来 高到马的绝环 圆有六百里 好我们继续往下读 我仰望 简无人帮助 我诧异 没有人扶持 所以我自己的绑壁 为我施行拯救 我的烈怒将我扶持 我发怒 踹下众鸣 发烈怒 使他们沉醉 又将他们的血 倒在地上 救赎主要来做 审判和救赎的工作 这里提到的 我仰望 见无人帮助 我诧异 没有人扶持 呼应呢 五十九章提到的 他见无人拯救 无人代求 甚为诧异 没有一个人能够代替 救赎主事情拯救 无论人的权力 财力和能力有多强 无论人怎样来模仿 人根本无法拯救 和改变这个世界 只有神才能够救赎 当一个国家处于混乱 黑白颠倒之中的时候 我们千万不要盲目地 去崇拜 和把希望寄托在 某一个人的身上 因为人的能力和认知 太有限 就算他说的话 似乎非常有道理 但他毕竟是神的创造物 我们真正需要倚靠的 是创造天地万物 掌管人的生命 和国家命运的神 第七到第十四节 先知回顾了神的慈爱 和怜悯 回顾了神带领以色列人 出埃及过红海的经历 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 从来都没有改变 第七到第九节说 我要照耶和华一切 所赐给我们的 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 并他向以色列家 所施的大恩 这恩是照他的连续 和丰盛的慈爱 赐给他们的 他说 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 不行虚假的子民 这样他就做了 他们的救助 他们在一切的苦难中 他也同受苦难 并且在他面前的使者 拯救他们 他以慈爱和怜悯 救赎他们 在古时的日子 常抱抱他们 怀揣他们 就算以色列人 被逆让主的圣灵担忧 神还是以慈爱和怜悯 救赎以色列人 第十一到第十三节 则回顾了神 带领以色列人 出埃及过红海的救赎 那时 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 摩西和他的百姓 就说 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 从海里里上来的人 在哪里呢 将他的圣灵 降在他们中间的 在哪里呢 使他荣耀的绑壁 在摩西的右手边行动 在他们面前将水分开 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 带领他们经过深处 如马行走旷野 使他们不智半跌的 在哪里呢 神必定不会丢弃他的子民 当我们经历患难的时候 我们不是一个人在经历 而是神与我们同经历 就如同第九节的应许一样 他们在一切的苦难中 他也同受苦难 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 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 在古时的日子 常保抱他们 怀揣他们 神在以色列人身上 所赐给的慈爱和怜悯 今天我们一样也可以领受 神的应许是永不改变的 哪怕我们不完美 常常犯错 软弱 没有把神放在手位 神的慈爱和怜悯 是远超过我们的认知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神完全了解我们所经历的 身同感受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为所欲为 而是我们不要用人有限的眼光和思维 去看神的爱 我们软弱的时候 不要去自我怜悯和审判 而是要放下自己一切的意愿 来到神的面前 交给神 我们生命的掌管者 求神赐下像拯救以色列人一样的慈爱 怜悯和救赎 因为神对他子民的应许 昨日 今时 将来都不会改变 最后第十五到十九节 先知为百姓祷告 祈求神的垂顾 求神转回 这里先知用了两个问句 来为百姓祈求 他说 求你从天上垂顾 从你圣洁荣耀的居所观看 你的热心和你大能的作为 在哪里呢 你爱慕的心肠和怜悯 向我们止住了 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 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 你却是我们的父 耶和华 你是我们的父 从万古以来 你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 耶和华 你为何是我们走差离开你的道 使我们心里刚毅 不敬畏你呢 求你为你仆人 为你产业支派的缘故 转回来 你的圣民不过暂时得着产业 我们的敌人已经践踏你的圣索 我们好像你未曾治理的人 又像未曾得称你名下的人 愿这也成为我们在这个时代的祷告 弟兄姐妹 无论你身在哪里 让我们今天一起来为我们所居住的城市和国家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谢谢您赐下宝贵的应许 让我们在这如今动荡不安 弯曲被缘的时代中 仍然有盼望 知道您是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的主 你也是我们的主 您在以色列民身上的作为 今天也一样可以临到我们 您过去所行的神迹奇事 今天在我们当中一样可以成就 我们今天来到主您的面前 为我们所居住的城市和国家来祷告 求主垂顾 求主转回 让从主而来的正直 公义 谦卑 智慧 临到我们国家和城市的领导团队 让神的公义能够得到彰显 让人们可以重新回到你的道 心里不再刚硬 开始敬畏神 求神爱慕的心肠和怜悯 不像我们止住 就如同您怜悯以色列民一样 求神的慈爱和怜悯 充满我们的国家和城市 让这个地方重新转回到主您的面前 因为洪水泛滥之时 尼尔华仍然掌权作王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